大家好 欢迎收看基金我最通 我是林启芬 好 那么今年以来呢 在斯伯友的这个市场里面 震荡最激烈的应该算是巴西股市了 那其实台湾的投资人很喜欢投资巴西基金或是拉美基金 但是今年以来应该是深受了上冲下息的一个震荡压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巴西股市事实上在年初的时候 事实上涨势是相当的强劲 不过5月之后呢 其实出现一波的重挫走势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巴西的这个内部通膨压力越来越大 导致了那个卡车的司机都上街头抗议了 甚至呢 影响了所有的这个港口的货品进出 因此呢 引发了一波大的一个修正 不过之后呢 好像这个事件缓和了之后 巴西股市有一点反弹 那但是之后又遇到了整个美元强势 还有信息货币贬值的压力 所以巴西市场又修正了一波 不过在9月份以来巴西股市却是默默的走高 甚至呢 最近在这一个月里面 国际股市场比较震荡的时候 巴西股市却还是相对是比较强劲的 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回到巴西的政治因素 因为呢 其实巴西在10月份进行总统大选 那其实在选前的话 巴西的政治是很纷乱的 甚至呢 其中有一个候选人还被枪击 那结果呢 这个枪击之后呢 其实这位的受枪击的候选人 反而是这次民调最高的一个右翼的一个候选人 那反而在他受到这个意外之后呢 其实股市虽然有一个震荡 但是后来却是缓步的上扬 那在最近一个礼拜呢 整个巴西的第一轮的一个总统大选呢 其实这位这个右翼的反对派的这个领袖 得到了比较高的一个票数 那虽然没有过半 所以在这个月底还要再次进行的第二轮的一个投票 不过从一个票数的悬殊上看起来的话 这位这个候选人右翼的这位候选人 是很有机会来当选的 也就是说巴西的一个先前好像是这个政党 究竟谁可以获选一个很不明朗的情况 现在终于落幕了 所以这个也带动了整个巴西股市的一个上涨 那当然这位的这个候选人 未来的一个总统呢 他是比较偏向于就是支持一些经济成长的 所以当然市场是比较欢迎的 不过最近呢他却又有谈话呢 表示对于这个巴西的一些国营事业出售的部分呢 似乎他的态度上也有一些些的不一样了 所以呢这个最近市场又有一点震荡的一个压力 好那当然我们来看的是巴西近期的反弹 是跟整个政治的这个风险降低是有关系 但是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于我们来看一下汇率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今年从年初以来整个巴西的汇率是一路的走扁 那这个当然也不只是巴西的这个货币贬值 其实很多的新兴市场的货币都是出现一些贬值的压力 那其实整个巴西的一个汇率的贬值 确实也是对他的经济发展是比较不利的 因为货币持续的贬值也造成 会造成一个通膨的一个升温 不过近期我们看到 其实巴西的这个在9月的政治风险降低之后呢 其实他的货币也有出现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 所以在汇市方面也算是交出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讯息 不过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一些隐忧的 我们来看一下巴西的通膨率 那我们看这样一路以来 整个巴西的通膨率是越来越高 那特别是在货币贬值之后呢 大家巴西的通膨是有加温的一个迹象 那这样子的话会让整个巴西的央行 没有办法持续的降息 那所以整个经济的刺激的这个方案 会受到一些的影响 那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在巴西真正的一个景气面的一个动向 虽然呢我们看到 今年整个巴西的经济成长率 将较于去年来讲是一个正成长 而且回到一个大概1.5以上的一个成长 不过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的表现 我们知道先前的是比较弱的 但是在2016年之后有一点点复苏的一个迹象 但是在最近又跌破了50 那我们这边看的指标是一个综合指标 也就是把制造业跟服务业一起来考量了一个综合指标 可是我们看到它最近其实是跌破50的一个重要的关卡 也显示呢其实在目前看起来巴西的内部的景气 复苏的力道似乎有一点点的不如预期 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来看一下巴西基金的一个表现 那巴西基金的表现呢 我们可以说今年以来是上冲下息 所以呢我们看到最终来讲的话 其实基金的绩效并不算太理想 有一些是小福的负成长 有一些呢甚至还负的比较多 所以其实今年投资巴西基金或是拉美基金的投资人 其实应该是没有获利的 不过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个月的表现 可能会让所有的人都吓一跳 我们这边的绩效是用美元计价一个绩效 那光是一个月之内呢就可以涨到20% 所以这样子的类似像云霄飞车的涨势 其实应该也是让投资人吓一跳的 那因为最近的一个涨势很强劲 所以也让三个月的绩效慢慢的回到正数了 可是呢如果我们把它用六个月或是一年来看的话 目前的巴西基金还是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 好那么投资人一定会问说 那么接下来我该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巴西的这个基金呢 那当然巴西可以说是拉丁美洲市场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股市 那当然其他也还有墨西哥 智利 阿根廷这些市场 那当然像说阿根廷的市场就是比较弱势的 可能很多的基金经理人也不太会去投资 那所以一般来讲拉丁美洲基金的话受巴西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拉巴西的一个股市的一个趋势 我们看到了今年以来它其实是比较震荡的 那最近呢其实是站上的季线 甚至也有反弹机会有占回年线 所以短线看起来的趋势是比较正向的 不过后续还是有风险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巴西的汇率能不能够回稳 那么第二个还是巴西的通膨是不是能够降低 因为呢如果整个通膨的话还是很高的话 那么其实对于巴西整体的经济发展是比较不利的 还有第三个会让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因为巴西最主要还是一个原物料的出口国 那么在如果未来整个全世界的景气 是算是比较疲弱的话 对于巴西这个以原物料为主的国家来讲的话 可能在经济的表现上会是打一些的折扣的 所以呢如果大家手上是有拉美基金 或是巴西基金的话 建议大家还是要非常的严格去控制投资的比重 不适合投资太多的比例在这样一个市场 那么让另外来讲的话 大家还是要来留意汇率的一个动向 如果货币还是持续贬值的话呢 其实对这个市场还是要更为戒胜恐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基金我追通 如果你有任何基金的问题 也欢迎您到MoneyDJ TV粉丝团来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